好 針對李昂指控自由時報是這個不時報道 不過國民黨立委羅淑磊他也譏諷了 他覺得有一些綠營立委他們見縫插針 可是自己的英文也不好啊 我們立刻連線給記者林佳妍來告訴我們 佳妍 好 帶你來關注立法院的最新狀況 我手上這一份呢是禮拜三的自由時報 他表示呢 根據這李昂政權的分析 麻總統會在2012的時候總統敗選 不過呢 事後證實其實是自由時報呢 刻意扭曲 對此呢 藍營立委大力嘲諷 報道 事實上是寫得蠻含糊的啦 那假如含糊不是正確的話 那就不要這樣蓄意的報道 那反而是對他們自己的那個媒體的形象反而有損 因為現在資訊這麼發達 那大家的知識也都很高了嘛 那一定會把它拿出來看嘛 那你刻意的操作 刻意的扭曲的話 被人家發現出來的話 反而會使得自己的媒體的公信力會受挫啦 那所以這樣呢 其實行為真的也蠻不可取的 好 儘管李昂政權已經發聲明表示的自由時報呢 是不當的引述 不過這個話題呢 還在立法院發酵 以上是立法院最新狀況 我們把鏡頭先交還 彭林主播